北京时间9月30日,2018年休赛其最大的悬念提前终结,新科MVP拉塞尔·威斯·布鲁克跟雷霆达成了5年2.05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其中最后一年未求援选项。 也就是说,除非被交易,威少将至少在雷霆效力至2022年夏天,在这个明星频繁更对巨头相互取暖的时代,威少在这份续约合同上的签字蕴含了太多太多生意。 提前续约对雷霆意味着食妖。 今年夏天,雷霆看似成了最风光的赢家,他们几乎没用食妖太重要的筹码就换来了保罗、乔治和卡梅隆、安东尼两大巨星跟威少组成了战斗联盟的三巨头。 但事实上,他们赢得远没有纳妖风光,炮脚对洛杉矶的向往早已路人皆知,安东尼和威少都能在明年夏天跳出合同。 如果下赛季雷霆的战绩无法让三位巨星星满一族,他们甚至可能集体出走。 也就是说,雷霆只是这个夏天的最大赢家而已,将目光放长远一些,他们其实是个被杜兰特逼疯了的亡命赌徒。 这一点,雷霆管理层自然心知肚明,所以在昨天NBA董事会关于打击败烂的提案投票中,雷霆成了全联盟唯一反对的球队。 阅读本文完整内容,关注新浪NBA微信公众号。 阅读本文完整